嗨 各位好 今天來跟各位分享 順便閒聊 今天的話題 我們就是要聊到有關 蛙油 可能會有遇到一些蛙的問題 我先跟各位 就是先 一個小小的建議 如果你發現到蛙油問題的話 最好的方式就是第一個 你一定要 告知齁 因為你既然要問人家 你要把你的問題 最少 你飼養的環境啊 飼料啊 水啊 還有吃什麼東西啊 目前挖的狀況養多久啦 大概吃什麼 簡單的齁 一定要講得 多一點 你要越講越多 對方專家才能 讓你 知道 你的蛙的問題一點 對啊 不要單純只是問人家說 請問我的蛙為什麼不吃 客氣一點的可能就不會 不會回你 如果有的人不太想你 可能 就會跟你講說 那 是不是 你應該 要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或者是 直接 就把你封鎖掉 蛙為什麼不吃 應該是要問 如果你只是這樣問啊 應該是要問 問 問你自己為什麼 會讓蛙不吃 對不對 你看我這隻蛙 你看 我為什麼知道 牠想要吃東西 但是牠咬了 為什麼 又會吐出來 因為我這次用的那個 鈣粉 的味道 跟之前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說過 蛙牠熟悉一個味道 如果熟悉下一個味道 是不一樣的話 牠會覺得那個 好像不是牠能吃的東西 各位知道嗎 對阿 當然牠們如果沒有要吃的話 就不要強迫餵食 OK 牠這樣子可能就不太想要了 那我們就不用強迫餵食 有時候你對牠強迫餵食 不是一件好事 那我們換下一隻 那我們換下一隻 我的天阿 掉了 其實我今天就是要跟各位講說 如果你要問人家問題 盡可能能把完整的敘述 挖了整個狀況 或者是圖片 或者是影片 你影片最少要拍個10秒至15秒左右 讓對方參考 挖的狀況 到底是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他們第一次嘗試到的飼料 沒有吃過就是這樣子 營養品是第一次吃到的那種味道 所以他們感覺到味道不一樣 就沒有要咬 但是有的話 牠不挑食的情況下 牠就會吃下去了 OK 像這樣子 我們就不用勉強牠 好 我們再換下一隻試試看看 嘿 那有的人會餵魚 魚 牠是比較新的味道 所以 為什麼餵花會非常容易 因為牠味道非常新 牠們吞電又 又非常的方便 嘿嘿 你看又鬆口了 上一個影片有幾隻便宜的都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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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後面幾隻牠們都 就不想吃 有沒有看到 撥開 所以牠們就是不喜歡這個 OK 好 除了我剛剛有跟各位分享 就是問題之外 就是蛙如果牠不要吃的話 就有可能你來的 那個營養品 是牠們不喜歡的 並不是說你的蛙可能 就是因為這樣不吃東西 所以才生病 對啊 你看 我們再試一下最後一顆喔 人家挖都會想要吃的意願 那就是在於你的營養品 牠們是不是 牠們喜不喜歡 欸 牠喜歡吃嗎 跟我內心願います 呵呵 哈涵再口中 看!在等待 好像OK啦 這次還好ar 好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謝謝